欢迎来到走马观臣的频道,如果您喜欢这个频道,敬请点赞加订阅。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白话版聊斋之意,龙,原住蒲松林。 山东与北直立交界的地方,有一条龙掉进村里,行动质重笨拙,进入了某时身家。 这家大门仅可以容下龙的身子,龙硬塞着身子进去了。 这家人都吓跑了,有的灯楼宣叫,有的轰隆隆地放土枪土炮,龙这才离开。 门外有滩积水,浅浅地不足一尺。 龙进入水里,翻转着身子,弄得满身是泥。 他极力腾跃飞升,可刚离地一尺高就掉下来了。 在泥水中盘取了三天,林甲上都挤满了苍蝇。 一天,忽然下起大雨,龙在霹雳声中腾空而去。 姓房的书生与朋友攀登牛山,到寺庙里去参观。 忽然从船子上掉下一块黄色的砖,砖上盘着一条小蛇,细细地像蚯蚓。 忽然间他转了一圈,粗得如手指,又转一圈,已经像带子一样宽了。 大家都很吃惊,知道是条龙一起往山下跑。 刚跑到山腰,只听寺庙中霹雳一声,天上黑云像锅盖一样, 一条巨龙在云中自如地辗转翻腾,过了一阵子就消失了。 张秋的小巷工庄,有个名副在野地里走,正赶上一阵大风,沉沙扑面。 他感到一只眼被眯住了,就像含着脉芒那样难受。 他揉过,也吹过,就是不好。 翻开眼瞼仔细检查,眼睛没有什么毛病, 只是有条红线蜿蜒在眼珠与眼皮的分界处。 有人说,这是蛇伏的龙, 民夫又愁又怕,只好等死。 过了三个多月,天空下起暴雨,忽然一声炸雷, 龙冲出眼眶就飞走了。 民夫一点损害也没有。 袁轩四讲,在苏州赶上个阴天,突然雷声大作。 众人看见有条龙锤在云边,临甲张动, 爪子中抓着一个人头,胡子眉毛都看得很清楚, 过了一阵子,龙进入云彩就消失了。 当时也没听说有丢脑袋的。